乐观阳光的形象深植人形 天后李文五号传出离世 其实当年她不顾一切 嫁给大她16岁的加拿大吉辅商老公 同时也拥有两位妓女 但是婚后老公闹出绯闻 据了解两人半年前已经分居 李文之后也跟两位妓女的关系不如想象中好 再加上没有亲生的孩子 而她的遗产估计有40亿 因此外界也推测李文的遗产将留给妈妈和姐姐 李文因为没有自己的孩子 一直是妓女为亲生骨肉 不过传出老公婚后出轨三次以上 甚至身边好友也爆料 李文为了留住老公都默默地忍耐了 没想到最后仍然是难以挽回 但是更含心的是 两位妓女都站在爸爸的立场 让孤立无缘的李文更加崩溃 从此之后健康每况愈下 不但报受还体力虚弱到需要坐轮椅 其实李文也曾想要自己的孩子 但是多次坐了试管都没能成功 因此亲人只有妈妈和两个姐姐 根据了解李文身价远超过40亿 所以外界也推测 遗产应该是留给妈妈和姐姐 但是现在白法人送黑法人 实在令人不舍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